有Diam不心慌,我慌哥 他说黑人壮汉被关在审讯室里 面色平静,却很豪横 告诉审讯人员你不配知道我的姓名 审讯人员一听来到隔壁审讯厅 让另一个罪犯交代黑人壮汉姓名 罪犯瞬间炸了锅,眼中充满惊恐 嘴唇不停颤抖 警告审讯人员千万别招惹黑人壮汉 因为他是恶魔 话音刚落,罪犯失了智 用头猛怼桌面连续撞击时下 当场选择自杀 告诉特警队长二嘎子 十分钟后会有两个假特工来这里带走他 果然十分钟后 两个特工熊大和光头墙出现 要带走黑人壮汉 二嘎子通过验证配枪 瞬间确定两人的确是假特工 当即发动进攻 一枪崩了光头墙 这可忍诺了熊大 对二嘎子一顿猛攻 眼看二嘎子就要没气 关键时刻队友赶来 将熊大关进牢房 二嘎子才活了一命 这下二嘎子对黑人壮汉的身份更加好奇 因为黑人壮汉的来历十分诡异 三个小时前 二嘎子接到领导大计谋命令 去港口逮捕几个小罪犯 不料到了现场 二嘎子傻了眼 和他们对战的人全是雇佣兵 火力十分长大 附近有突击步枪 还有火箭弹 只一个照面 二嘎子的队友就受了重伤 幸会二嘎子等人战斗力强 一顿疯狂走位 撂停二十个雇佣兵 还活捉了一个身上捆着特勒特的罪犯 一场大战之后 二嘎子发现雇佣兵之所以疯狂战斗 是在保护一个有小龙虾图案的集装箱 而集装箱里关押着的人正是黑人壮汉 只见壮汉背上闻着小龙虾 眼神充满杀气 一身肌肉强壮无比 壮汉的强大气势让二嘎子有些心慌 由于事情越来越诡异 二嘎子再次来到审讯时 质问壮汉的身份 壮汉当即坦白 他叫黑旋风 是一个顶级特种兵 5年前潜入世界军火大佬内部做卧底 掌握着军火老板和高官的黑历史资料 但他身份暴露 被军火老板关在集装箱里审问 让他交出资料芯片 直到二嘎子带着特警出现 才让他重见天日 二嘎子一听当即要把他交给中情局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他警二嘎子特警内部也有军火大佬的间谍 让二嘎子小心一些 而且军火大佬很快会对特警基地发动进攻 二嘎子当即将情况汇报给领导大金毛 不料大金毛根本不信 说黑旋风不仅长得黑心也黑 千万别相信他 二嘎子一听觉得领导说的话有道理 回到审讯时 想继续套黑旋风的话 不料黑旋风却解开了手铐 躲在门后面 要偷袭他 他迅速掏枪攻击 但黑旋风是个高手 用勇春拳 瞬间打败他的枪 一个黑虎掏心将他扔在墙上 大耳巴子猛怼他的腰子 他瞬间失去战斗力 撂挺在地 黑旋风捡起手枪瞄准他 不过黑旋风没开枪把枪递给了他 告诉他只有一起组队 才能打败军火大佬的雇佣兵 这时其他特警赶来 黑旋风立刻双手抱头投降 那压根不反抗 二嘎子看他态度良好 对他充满了信任 要和他一起并肩战斗 干掉军火大佬 与此同时 军火大佬接到黑旋风被抓走的消息 瞬间怒火攻心 那是气得不行 这个军火大佬可不得了 名叫小黄毛 掌握着全世界50%的军火交易 手下有8000多雇佣兵 那是相当土豪 出门吃个饭 都得坐四人飞机 只要他愿意 瞬间就能攻占一个小国家 他一听黑旋风被人抢走了 立刻召集雇佣兵 要哄平特警训练基地 他带着女保镖来到顶级黑客家里 让黑客入侵训练基地网络 发现训练基地里只有10个特警 战斗力并不强 他立刻拨通基地电话 让领导大劲毛交出黑旋风 不然的话就对基地发动进攻 大劲毛一听 对方还挺豪横 当即嘲讽 有能耐你就来 不过队长二嘎子 认为小黄毛太强大 立刻开着车 要把黑旋风送到其他基地 黑旋风却告诉他 只要走出基地就会被攻击 他那人压根不信 开着车 带着黑旋风上了路 果然刚出基地门口 一个狙击手瞄准着他 黑旋风看到狙击枪反光 立刻让他低头 一颗子弹 擦着他的头皮 穿透座椅 他当即晃得神 车辆失去控制 一阵火花袋改变 在空中翻转760度 成功落地 他受到冲击晕了过去 狙击手再次架枪瞄准了他 关键时刻 基地保安拿着喷子绕后 一枪蹦了狙击手 与死东时 一群雇佣兵出现 启动电锯 疯狂切割车门 黑旋风趁机用切割机 割断绳索 瞬间爆发强大战斗力 左勾拳右勾拳 瞬间提起 打断雇佣兵十二指长 雇佣兵彻底报废 另外三个雇佣兵 包围上来还要输出 黑旋风立刻用中国攻速 大长腿 疯狂蒙对 雇佣兵被揍成憨憨 彻底失去战斗力 这时几十个雇佣兵赶来支援 掏出枪 对黑旋风展开攻击 黑旋风叫醒二杆子 带着二杆子开了闪现 迅速躲进掩体后面 基地里的特警 也拿起武器赶来支援 双方立刻抄起步枪 开始了大战 雇佣兵瞬间被撂成一片 这下小黄毛发了火 命令雇佣兵开车冲进基地 打开后备箱 露出加特林 终极大杀器 黑旋风一看 事情不对 带着二杆子迅速躲进大楼 雇佣兵立刻启动加特林 冒着蓝火 两个特警当即没气 由于雇佣兵火力太强大 基地只能向下防弹铁门 防止雇佣兵攻进大楼 不过基地通讯已经被切断 根本无法呼叫支援 他们只能孤军作战 这时小黄毛再次打了电话 用特警家人的命一阵威胁 特警门都慌了神 黑旋风不想上级无辜 主动提出出门投降 但二杆子知道 一旦黑旋风被小黄毛抓走 基地里的人谁都比想活 于是二杆子心生遗迹 让黑旋风脱下囚犯衣服 穿在已经没气的假特工 光头抢身上 把假特工固定在铁架子上 让黑旋风假装投降 打开一扇防弹门 一群特警 合枪实弹做好准备 要偷袭赶来抓人的雇佣兵 只要偷袭成功 就能消灭几十个雇佣兵 小黄毛果然上当 拍二十个雇佣兵来接收黑旋风 这当特警想攻击时 特警队里的内舰 突然给小黄毛发了信号 小黄毛意识到事情不对 立刻命令雇佣兵撤退 埋伏彻底失败 更可怕的是 行动失败后 黑旋风竟然消失不见了 这下二杆子着乐极 一边调查内舰 一边寻找黑旋风 另一边内舰打开牢房 释放了贾特弓 告诉贾特弓 只要摧毁地下室里的电路系统 防弹铁门就会自动打开 贾特弓一听一把掰断内舰脖子 恰好大鸡毛赶着过来 对贾特弓不妨输出 贾特弓并不练战 仨子跑进地下室 拆了电路系统 防弹铁门失去控制 全部开启 大鸡毛赶到地下室 和贾特弓开始了大战 不过大鸡毛战斗力不杂地 被贾特弓扔在地上 疯狂的活擦 眼看就要被杀 关键时刻 二嘎子出现一枪崩了贾特弓 迅速和其他队友会合 此时整个基地陷入了危机 压根扛不住雇佣兵一波攻击 但二嘎子毕竟是顶级特警 立刻制定作战计划 要将雇佣兵引进大楼里 分割包围逐个消灭 一群人立刻行动 不料雇佣兵战斗力很强 冲进大楼后 对他们一阵追杀 只用几分钟 三个特警身亡 一个特警启动特纳特 和五个雇佣兵同位于尽 二嘎子等人一边输出 一边撤退 但雇佣兵太多 他们根本无法抵抗 这让他们绝望时 黑旋风手拿加特林 一口气打完五百八十战 三十个雇佣兵被打成马蜂窝 主攻救加尔嘎子等人 二嘎子命令三个特警 从密道撤退 他则和黑旋风重新返回 要和小黄毛决一死战 刚走了没两步 就和小黄毛见了面 小黄毛当即开枪 黑旋风一个闪现 躲在墙后面 二嘎子更是凶残 为了夺子弹 一头钻下楼梯 黑旋风一看 二嘎子太菜 仨子跑进靶场 和小黄毛开始了大战 双方相互拿枪输出 浪费了不少子弹 这时双方都没了子弹 开始了肉搏战 此间黑旋风一马当先 左勾拳右勾拳 凤凰攻击小黄毛腰子 小黄毛被打得一脸懵圈 爆发强大战斗力 要进行最后一击 不料黑旋风一耳八字 锁住他的喉 把他吊底在地 六十码大脚丫子 对他的膀胱一顿猛踢 这下小黄毛彻底发火 站起身 偷袭黑旋风伤口 打出沉沦伤害 闪前刀后 锁住黑旋风喉咙 黑旋风用野蛮冲撞 把他贴在墙上 一个被摔 把他扔倒在地 他刚站起身 黑旋风一个侧踢 把他踢飞三米 当场让他没了气 与此同时 大战毛遇到了女保镖 两人当即开始大战 妹子打架 那是凶残无比 大耳八字猛呼 相互输出 成尊伤害 但大战毛的战斗力 属实不咋地 被女保镖一耳八字扇晕 女保镖也是淘气 并没有补到 而是放了大战毛一命 女保镖一路加速 恰好在楼梯口 遇到了摔得七昏八速的二杆子 摁着二杆子开始输出 二杆子第一次和妹子站架 那是吃不透套路 被女保镖摁在地上 她被打得没有脾气 只能开始淘气 假装要和女保镖硬杠 女保镖一个加速冲向她 她稍微一侧身躲够攻击 女保镖刹不住脚 直接跳下楼 至此军火大佬 小黄毛和女保镖 手牵手成了复活肥 一场大战后 二杆子叫醒 晕倒的大劲毛 三人站在基地里 等待支援 黑旋风张开嘴 右手一用力 掰下一颗大牙 递给二杆子 里面正是个微型储存器 记载着所有高官 和军火大佬的交易 震荡二杆子 以为完成任务时 大鸡毛突然开枪 一枪料酒 被旋风 原来大鸡毛也是个内奸 也想得到储存器 二杆子瞬间发火 对大鸡毛发动了攻击 两人一阵相互输出 跑进小树林 这下大鸡毛爆发战斗力 扔着二杆子疯狂攻击 二杆子那是难受到不行 心想为啥自己 总能碰见女汉子 关键时刻 二杆子捡起手枪 瞄准大鸡毛 大鸡毛才偷了响 这时支援特警赶到基地 当即把大鸡毛塞进警车 二杆子在认领黑旋风尸体时 突然傻了眼 单架上躺着的人是个替身 很明显黑旋风已经消失 他告诉记录人员 死亡的人正是黑旋风 随即他把微型储存器藏了起来 因为他知道 仅靠他的力量根本干不过高官 所以他选择隐瞒 就这样一场大战之后 黑旋风逃了跑 二杆子成了基地新的领导 从此黑旋风过上了到处躲藏的 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全局中 别惹黑旋风 因为他会中国武功 这部电影里充满了中国格斗元素 黑人壮汉的每个动作都充满了战斗力 不得不说中国武术充满了魅力 好了 今天电影到就结束了 记得评论点赞收藏 关注大方电影哦 我们下期再见